做完了西式的提醒 下個就叫做混合 兩個倒在一起 混合很討厭 糖水加糖水 糖會變 水會變 糖水也會變 沒有人不變 但是沒關係 公式不會變 一樣是底下放森樹 上面放墨 當我們在國中教你的時候 墨沒有問題 這個一墨 這個兩墨也在這三墨 所以墨解禁相加 體積我們也視為可加成 這個有100毫升 這個有四老一代 這個有500毫升 所以我們都把它當作可加成 墨數可以直接加起來 體積也可以直接加起來 那通常體積不是問題 會告訴你 就是你要加的是墨 所以又回到那個老問題 你怎麼算溶質的墨數 就是這邊寫的 容易的墨濃度乘以容易生數 然後再再回一個公式 多少墨 除以多少公升 就是多少墨濃度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它找到 所以混合的時候 前面的6乘2就是 這一杯6大按2公升有幾墨 接下來的2乘3就是 2大按3公升有幾墨 然後墨加起來 然後除以體積也加起來 2加3 後面就是數學了 等於3.6大按叫做混合 混合的說法就是 把體積加起來 把墨加起來 帶回的通識 墨數除以容易生數就是墨濃度 那 keyword通常會有問題的是 墨怎麼算 你要會算溶質的墨數 OK 好 那這個呢 跟剛才基本上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 提型完全相同 所以做法也完完全全相同 那請問你 它會有幾大按 它會有幾大按 兩大按200毫升 四大按50毫升 這樣子會有多少 OK 停車戰界混 可愛大帥哥 帥哥叫做 34號 沒有 26號 26 郭桑 又要站起來對我微笑嗎 站著 起來起來起來 郁文要告訴你答案嗎 2.4 2.4 2.4答案 郁文你為什麼對他那麼好 要告訴他答案 要把他拋棄放棄他 剛剛跟你講過 就是可加成嘛 體積加起來 墨加起來 再帶回原來公式 墨數除以容易生數嘛 他已經講過了 那怎麼樣去算溶質墨數 就是墨濃度乘以容易生數 不算溶質墨數嘛 所以就往裡面帶啊 要記得要換成公升啊 我們那是體積用公升嘛 所以就往裡面帶 好 兩大M的 0.2公升這麼多墨 四大M的五韶升這麼多墨 然後加起來 再除以體積加起來 那就是數學啊 2.4大M就解決了 就跟剛才的體型完完全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 接下來還是混合 但是稍微換了 就是我告訴你 最後混出來的結果是四大M 那你其中有一個容易要多少 也是一樣 體型算是相同 但是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 但是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 我最後要配成四大M 那請問你 我要加兩大M的硝酸多少 另外一個是十大M的硝酸是吧 就這樣 好 跟剛才是一樣的 只是位置數的位置不同 請特戰界問 這樣子是硝酸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P5號 P5號你答案 0.4 是1200毫升 1200毫升 請坐 他問毫升嗎 他問毫升 1200毫升 好一樣 墨爾加起來 體積加起來 怎麼算溶質墨爾素 墨爾濃度乘以榮譽生素 都找到這網裡面塞 塞回去 塞回去墨爾除以 榮譽生素就是墨爾濃度 然後呢 四大M就是0.4公升要換 所以假設我需要兩大S公升 因為我為什麼用公升 因為它就是公升嘛 所以我叫S公升 然後一樣 前面十大M的 乘以0.4是這麼多墨 然後有一個兩大M的 乘以算是這麼多墨 然後加起來 再處理這個體積 那最後要配成4 好就數學囉 就計算好囉 好答案就會出來囉 那就是1.2公升 可是題目呢是毫升 所以是1200毫升 這就是所謂的混合的提型 就是把兩杯的 或者更多杯也可以 就是把大家的墨爾數加起來 大家體積加起來 帶回公式 墨爾除以榮譽生素 就是我們要的墨爾濃度 這就是混合提型的做法 OK